她男人的大老婆 听说她怀孕了 就找人打上门来 硬生生把一个五个月大的男孩给打下来了 对了 老婆 你不是大老婆 下来啦 你把坏人放下来 你别吵啊你 你下来 你下来 怎么下来的 你把这些坏人 你把他害你 我暈 你把他害你 好 正正打下去至少人睡几小时 再有事情就叫我 好 阿姨怎么了 被人打的呗 谁打的 她男人的大老婆 听说她怀孕了 就找人打上门来 硬生生把一个五个月大的男孩给打下来了 也不知道是 我还没了受刺激了 我还是被打杀了 这里都不好了 那那个男人呢 自从出了试后啊 他就再也没露过面 连电话号码都成了空号了 你来了 进来坐啊 阿娇 你还记得我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啊 快坐 这个是鸡汤 哦 好好好 谢谢啊 那你们两个聊 我去打点水啊 你也在这儿住院 嗯 怎么了 就不小心磕了一下 这么多年没见 你变化还挺大的 你变化还挺大的 你也是 你现在好瘦啊 我啊 我还想自己胖呢 还可以吧 去年我生日的时候他送的 我说你别给我买东西了 我什么没有呀 他说不行 得买 他还说 阿湘呢 阿湘还好吗 阿湘 两年前去世了 阿湘 他吧 后来就没在那个会所做了 找了一个 外国人 那老的泪能当他爸爸了 他那个脾气牛不吃不知道 他又不甘心 又找了个小男朋友 他那个老男人知道了 就出事了 一开始吧 我还劝过他 我说你要么你就不找 你要找了你就踏踏实实的 你像我 安安心心的 多好呀 你都知道了 你也因为加有点 是有人的 不是是要跟美生生的 我是不是 我们也游战了 当然 alcın的 没过多久 他就咽了 话里话外就是让我走呗 我能去哪儿呀 我什么也干不了 我就琢磨着 要个孩子吧 他能不要我 他能不要自己骨肉吗 后来郝翁一怀上了 他那个老婆 我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 带了三个人打我一个 孩子没了